在急诊室什么状况都有可能会出现 我高雄荣总急诊室 却出现了病患来看病 这男子却还带刀吗 就疑似是个心情不好当场自财 我们先暂时约束 好不好 免得你要伤害自己 医护人员耐心地安抚病床上的男子 他点了点头 心情似乎稍微平静一些 这时医师赶过来查看伤势 因为他的左手掌插着一把水果刀 对 她说她很想死 我看到他刀子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我看到他刀子放在旁边 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几分钟前 男子跑到急诊室 向护士说心情不好想寻短 随即亮出水果刀 接着往手臂一插 吓坏急诊室的病患 他礼拜就拖下了 没说话 后叔还没问话问到 他就走起来唱 我自己的唱 看到的时候会吓到 每一个人看到那种情况 都会吓到 刀子卡在左手掌上 男子还很镇定的坐着等救护 护士替他包扎 止血立刻推进手术室 刀子现在在手背上面 必须要到手术房 小心的移除 以免大出血 心情不佳 目前在做生意这方面 跟婚姻状况这么有点问题 喝酒 但是他坐计程车 自行前往这个农种医院 47岁的江西男子 因为工作和婚姻出问题 在家独自饮酒 一时情绪冲动 搭计程车到医院 急诊室 亮刀自残 幸好没有 伤疾无辜 记者谢嘉玲 高雄报道